最新的消息啊 林明珍的兒子說 我爸是拚老名為董犧牲 為董出金 所以因為馬英九說 要檢討敗選的原因嘛 那林明珍自己眾多的問題 我們都已經講了 可是兒子認為說 這不是老爸 你老爸是犧牲啊 那大家問說 你老爸出來選 不是為了你卡位嗎 卡掉年輕人嗎 引起了大反彈 他們當事人的兒子 選後態度是這樣 再看看一個黨主席 因為上行而下校嘛 整個黨不是一個鼻孔出氣嗎 剛剛我們已經講了很多了嘛 你朱立倫你的高度是什麼 其實他說什麼 林明珍說沒穿肌 沒穿肌 我告訴你 其實最大的子彈是誰 最大的抹黑機器是誰 我告訴各位 黨機器動起來 就是黨主席朱立倫不是嗎 選權之月不是在抹黑嗎 權動法不是故意在恐嚇嗎 十六歲在上場場 不是繼續在講話嗎 然後明明是你們抹黑民進黨 你們歪曲很多事實 明明是縣政府不中立 不是只剩下的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林明珍的競選文宣上面 競選總部電話勞動 管中線 縣府機器動起來 競選總部留縣長室 對啊縣長室電話 臉書的競選總部的粉絲頁 留的電話是縣長室的辦公室 看起來可能是縣長室的小編 繼續當他的小編 我告訴你 他連那個電話都不換 所以他是怎樣 他是垂簾聽證 到選前一天被媒體踢爆了之後才改過來 對 我問你 選前一天 那也表示他已經很多天通通是這樣子 對 那這個 我要跟大家講這個違法 行政中立法裡面有規定 這些事務官相關的 不可以把行政資源 寄註在他所 favor 比較喜歡的候選人身上 那這個我們請行政中立法 那這個可能相關的機關 包括監察院 還有包括地診署要去查 對 還有包括請問一下 夾帶文宣有沒有 林明珍有沒有 不是又被踢爆嗎 這個選委會人員裡頭 有林明珍的憲政顧問 所以是三個機器動起來 對 國家機器因為幸福機器也是國家機器 所以做菜的化粒菜 那我最後只比較兩個 我告訴各位 常常台灣人民是寬厚的 看到 我看到是說 你面對勝利 面對失敗 面對事情發生時候的態度 我就舉兩個黨主席為例好了 一個是賴清德 他讓人感動 他腰傷他這樣子輔選 然後各位 我我永遠會記得 他在台上他做的動作什麼 他先向選民深深的一鞠躬 像謝民一句說 他說我們過去十七年沒團結 我們很抱歉 我們對不起南投鄉親 所以這次是一個要團結的民進黨 懷抱著對鄉土的愛 有備而來 長期在地耕耘的蔡培會 面對一個國民黨 從黨主席開始 抹黑 選起 選書 怪當怪塞 包括許書法也是怪 然後國家機器 什麼一大堆 包括林明珍 我是為黨彗星 他們竟然這樣說 但是你們中間多少造謠抹黑 濫用現付資源 結果你選舉的時候 你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你不敢面對 學後繼續抹黑 怪來怪去 就是最後就用 用國講哪一句話最好 你再怪下去 酸民越收去